首先就開始 好 好 這是什麼的 歡迎光臨Shaba 歡迎光臨Shaba 好 OK Yeah 歡迎光臨Shaba 我是Bartender薇克老師 差點要臭他 我是服務生雅雯老師 要把心想法關進老蛋 就像百貫Vaga下掉的難受 我們試圖把這個時代的問題 融合成屬於他的味道 還好想臭 我們就是 原來是我忘詞在修 我想聊 現在是我們學校有開了一個 新媒體學程 然後我就有參與了他的建構過程 是 所以我們就正在了解 或者是研究那個新媒體的樣態跟形式 他跟傳統媒體有了很大的不一樣 那之前百靈果好像有去 上了一個叫做那個什麼 辯論的節目好像是吧 就是陶晶瑩在主持的那些節目 然後就有探討出來很多新媒體跟傳統媒體的衝突 那我們覺得到底新媒體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現在這一輩呢 你覺得會不會呢 我覺得會不會 對 釣源上面有寫到 然後我之前看新聞有看到 覺得現在小朋友其實會 第一個想要做的 畢業後想要從事的夢幻職業排行 男生第一個是YouTuber 女生第四排名也是YouTuber 然後我覺得現在的小朋友跟年輕人 接收到資訊很多是從YouTube上面去收到資訊 所以我覺得趨勢真的在變 就是他們在接受新知識或一些新想法的時候 都是從網路上面感受比較多 這個東西我們先拋出來 以夢想職業這件事情就是很大的不一樣 我們小時候說你未來想要當什麼 不是警察就是老師 不然就是我要上胎工當企業家 就現在的小朋友的第一句話說 我要當網紅 我要當網路創作者 所以你就會想到說現在 他們接收到的訊息影響他們有多大 如果你在YouTube上面 或者是在任何短影音上面 搜尋到了一些不太適合你試讀的內容 你就會變得很奇怪 那裡面就會有很多點閱率很高 但是我個人 雖然我自己正在學習這一段東西 不是說我覺得你們不好 但有一些事情確實影響了年輕人的一些處理 例如我自己喜歡騎摩托車 然後我們車禍的時候 以我這個狀況下 我第一時間就去救人 不管是CPR也好 或是去幫他止血也罷 然後去關心他控制路況 交通什麼的 這都是我們應該要馬上處理的事情 結果我發現同型的年輕車友們 第一件事情是手機拿出來拍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東西丟到他的IG 或者是抖音上會有很大的流量 那hashtag車禍 hashtag什麼 就都會變得比較 呃 我不確定啊 是不是以流量為他的考量 所以 但我站在這個角度講 就是 有的人是因為要先 呃 怎麼講 呃 也是算是保護別人 我當下我拍拍照 我沒有馬上救他 是因為 他可能 maybe他會說是我 我害他出什麼事情或幹嘛 對啊 我也是想要避嫌我自救 這個也理解 這在做流存 但是你不會丟到網路上吧 你不是要為了自救嗎 嗯 對 所以這是兩派啦 我剛剛講的那些其實是為了要丟到自己的社群網路上跟大家分享 嗯 那我有看過很多很奇怪的影片 就在網路上點閱率很高 那個小孩子溺水 然後被水沖走的過程 你把路下來丟網路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忽然發現了他們對流量其實是很在乎的 這跟他的社群焦慮好像融合在一起了 現在他們的人權已經不是我們以前的那個樣子了 你是多好的工作 你是多好的學校畢業的no 你的IG有多少follower 你的TikTok有多少人追蹤你 欸可是我剛剛 變成他們很在乎的東西喔 我剛剛想到前陣子是上禮拜這禮拜 不是有個郵局被丟那個汽油彈 就要破案的關鍵原因是因為他們在旁邊是居民 禮民中心喔 然後老人聚會 長輩聚會啦 然後就長輩就拿著手機就錄影 就拍到那個關鍵的車牌跟人 對啊 這也是好的啦 就是你們有利用這個東西去協助這件事情 變好的方向 那我們調研的朋友咧 他有羅列出了幾件事情 我們可以拿來探討一下 第一件事情是我們TikTok上面會有 開啟了很多挑戰 有聽到那個挑戰的嗎 OK 然後譬如說像打火機殺蟲機的挑戰 這件事情超級 Yep 如果我是中二指南隊我是 我確實 我確實有玩過自首 譬如說就是拿著 但我們不一樣喔 對不起 等一下我跟妳解釋一下 我做的做法是屁可以燒嗎 對我確實勸你們講這個 我們那時候就拿著打火機 然後就問說妳要放屁了嗎 要要要等我一下 我們積了一個擋屎屁 你們有聽過擋屎屁跟普通屁不一樣嗎 好 妳想大便的時候那個屁 那個車極臭的 然後妳再忍一下那個屁會變很長 相信我是真的 擋屎屁那個出來的那個 早氣只有猛而已 所以我們就趁放屁的時候 把打火機點起來 妳覺得燒到起來嗎 燒不起來吧 燒不起來吧 真的燒起來了 真的燒到屁股嗎 等一下我還是不想知道這個 因為她要很大的力量才能衝出去 她衝出去以後 妳就看到那個火火火 會直接燒到屁股會燙喔 靠腰 從哪邊出來會燒到哪邊喔 真的喔 真的 然後類似這個狀況變成年輕人們 出了一個滅火器 不是啊 就打火機加殺蟲劑的挑戰 所以他們就拿那個噴燈 再加上滅火器就這樣噴 她就覺得很像那個噴火槍在那邊玩 結果發生了一件社會新聞 加樂福事件 加樂福就燒掉了 有一批年輕人 你知道幾歲嗎 20 20 24 三位年輕人 就在加樂福裡面拍這個打火機挑戰 結果就把整個加樂福燒了 然後咧 賠錢啊 現在正在處理官司問題啊 好可怕喔 是台灣嗎 台灣啊 蛤 起因就是因為他們正在模仿這個挑戰 殺蟲劑 OK 太誇張了吧 太誇張喔 然後再來喔 日本葬壽司事件 2023年年初的時候 有一個日本19歲的少年 不是 就是 特搞壽司店的醬油品啊 茶杯在那邊舔啊 然後把口水抹在旋轉的食物上面啊 來求流量啊 嗯 那樣拍影片上傳 確實有好大的流量喔 嗯 但是他直接造成了這樣的時候是160億的損失 股價直接一路崩潭 股價下跌 好了你以為這件事情就結束了嗎 因為他有流量 聽好他有流量 所以我們台北中部南部都跑出了人來模仿他 然後做一樣的影片丟到網路上 我 如果他傳出這樣的傳聞你敢去吃嗎 所以他影響他的生意啊 對啊 對啊 我就在做的人都不想一想這種事啊 但他只想到他有流量 流量 然後他如果自己開店被人家這樣他很開心嗎 他沒打算開店啊 他沒有打算 他才 他就是19 他的店YT就對了 哈哈哈哈 就我們去點一下他的YT頻道 然後就一系列的TikTok大挑戰 還有那個大挑戰是那個跳船比賽 就是你在快艇上面 人就跳出去 你是王世堅嗎 阿伯我愛你喔 他那個不是跳 那個是蝶 好囉 然後那個 他們就從快艇上跳下去造成了二十幾個人死亡 那很 那其實等於像是水泥耶 那太可怕了 其實就等於是落地了 摔車那個概念 因為水它其實靜止的狀態 像是跟地板沒什麼差別 好可怕喔 然後在這個樹叉下去 脖子斷的斷手 飛走了飛走 就直接都錄在IG上面 那我覺得最讓人吊詭的是 他是死人的畫面嗎 你不可能是那同步上去 你在錄的時候他已經掛了 你還把這個影片上架 是人死的都是啊 還是要有了 還是放上去給大家觀賞 耶 這就是很值得 好好吊詭的一個想法 值得討論的地方喔 怎麼變這樣 然後再來 有一個抗主治安藥品的挑戰 抗主治安就是我們拿來吃過敏的 我們小孩子其實偶爾也會吃 譬如說那個聖克敏液啊 相信各位媽媽們你們都知道 白色那一罐小小的 結果被小孩子拿來採管 他們就是在 他們喝會怎樣 他有點像神經抑制 他才不會那麼敏感一直過敏 那你喝太多你就會變精神恍惚 然後再來有時候就會毒害了你的 腦袋裡面的神經 但他不是管制藥品 結果就被人家拿來玩 然後完了以後很像喝醉 造成一個15歲的少女 死掉了 Oh my god 好可怕喔 死掉了 那到底是誰開始的啊 嘿 這個我們就要回去找TikTok的影片 就通常都會是有一個 比較大流量的人帶起這個挑戰 然後其他人就想仿效看看 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SEO 或者是相關的推演算法 發現這個東西是有大流量的 就大量推播 然後所以只要有hashtag 這個東西他都給流量 媽 I don't know 就變成了一大堆模仿效應 嗯 再來還有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龍之吐息 好像很帥氣 他是在做什麼 你知道嗎 他把糖果放在液態蛋裡面 然後再把這個液態蛋放到你的嘴巴 然後你就會像吃了乾冰一樣 就把那個煙吐出來 你牙齒不會受傷嗎 你是目虛龍是不是 牙齒不會受傷 不只牙齒受傷 嘴唇皮膚食道內臟全部灼傷 是灼傷喔 灼傷 那個都是不可逆的傷害 這25個少年們 你以後吃東西沒味道 講話沒聲音 就為了做這個的挑戰 講話沒聲音 對啊 大家都灼傷了 他就直接灼傷進去啊 這都不可逆 那怎麼有人敢玩啊 他們不知道啊 他只有看到網路上 是這樣做 他就網路上那些影片 都是正常的嘛 他怎麼知道擦槍走火 嗯嗎 好可怕喔 然後再來這個更扯 這個我心 我拜託我求 有各大平台把這樣子的挑戰 拉掉 不要給任何流量 這個叫做昏迷挑戰 在鏡頭前面 自己想辦法把自己熱到 快要窒息的狀況 暈倒了 再鬆綁 看看你是多久暈倒 暈倒的過程 你會怎麼樣 結果造成 有一個大陸人一直在討論這個 他說其實是十幾年前流行過 以前是用別的方法 現在又換這個方法 以前是別人幫你玩 現在是自己玩 這都好危險 那腦會缺氧 15個小孩子就這樣死了 對啊 哇 然後還有用感冒藥去煮肌肉 然後呢 吃起來就會有點類毒品的感覺 這個不要講了 白癡喔 對啊 這他媽白癡 我 感冒藥在煮過以後 他是會變質的 孩子們藥品不要拿來這樣亂七八糟玩 你這樣吃了會傷害你的腎臟或者是肺部 這個都是被證實出來是很nonsense的事情 但他所有的事情都在傷害自己耶 他覺得這樣子有流量他就做了 你這些做的所有的挑戰 他都是很 你看我們這些調研出來以後 還有這個網紅沾叉式 24歲的一個網紅 他跑到了那個超市裡面 就是去玩 如何在賣場不用花錢吃東西 看起來就很氣 然後就在賣場裡面吃一大堆東西以後 就等於是偷嘛 現在講難聽就是不付錢就是偷啊 那偷 他吃完喝完之後放回原味啦 對啊 那你就是偷嘛 然後他覺得這樣子好玩什麼的 然後他就完了 最後被依法送台中地檢署整班 嗯 那這也引發了一大段的模仿效果 我要講的是 新媒體正在串起 這是所有小孩子們目光所至的地方 那你可能會炮轟我啊 他們做這件事情 不代表我們年輕人會模仿這件事情啊 我告訴你 學習 它始終來自於模仿 你的第一個學習就是模仿來的 你模仿的第一個字肯定是 你爸爸媽媽一直對著你講說爸爸爸爸 然後你就學會講出爸爸 嗯 對啦 這就是人學習的過程 你就是在模仿 所以這些人會不會引發模仿效果 我覺得這是很合理的 那不要說這一輩啦 我們那一輩有沒有 你那一輩你有模仿過誰嗎 蛤 模仿過誰 安世愛美慧 安世奈美慧 你有模仿他嗎 我沒有模仿安世愛美慧 那蔡龜呢 有喔 長大之後模仿 靠蔡龜 那蔡龜本來就像 他是村老尼教授 村老尼教授 不要再逼我年輕時候的事情 我真的記不得 我們那時候其實很妙喔 我們超喜歡線上的那些明星藝人 還有我們也很喜歡電影模仿啊 我們那時候每個都是陳山 陳山雞 不對 陳浩南跟山雞 陳浩南的山雞 對 都陳小春 陳小春 超帥的咧 我的最小的時候是 吳宗憲開始爆紅的時候 無厘頭世代 對 然後就非常嘴賤 然後大孩子 他那時候的現現家 有了百分百 對 類似 就是這些人其實他就是比較幽默嘛 那時候的幽默來源 就是他講了別人不敢講的事情 比如就是偷偷人家 講話的風格啦 然後再來 那時候還有誰 費玉琴偷偷開一些小黃腔 叫皇帝 然後那時候就是我們模仿 我們就開始學怎麼開黃腔 對啊 那就學來了啊 那你怎麼會去judgment這一代的 年輕人去模仿網紅 都會的 我也會 我那時候最屌的 不是學吳宗憲嘴賤 我那時候最屌的是 學MTV裡面的circus 他們是誰 你們知道circus嗎 廖仁帥認識嗎 人是世界級的導演別這樣好不好 哇 廖仁帥跟Kate 那時候Kate還叫小平 對 如果你們有看過circus 我告訴你 circus如果晚15年出道 它現在紅到爆炸 所以那時候是被大家踏法的那個人 每一集上來喔 我們那時候就超級覺得超誇張 然後就爭相的在模仿他們 那時候我是因為沒有 因為他們很瘋啊 很瘋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沒有 你那個年代的話 沒有記錄的 不然如果我有智慧性手機 其實說真的 我也可能把它錄起來上傳 我們就成立了那個北投的circus 但是我也要有自己的名號 對 我們就10個人 我們成立我們叫DBZ DBZ是 DBZ是大白癡 然後我們每天都在期待那個 就是circus上片 因為以前就是固定上 那是一個禮拜一次是不是 它是一個禮拜一次 然後禮拜五的11點還是 它是深夜的節目 它不敢 限自己 對對對 它是限自己 它那時候的題材都超級猛 我記得是全部脫光光在跑 裸奔的 裸奔 裸奔 你是看Go那一集嗎 然後裸奔的 然後再來就是輸的人要去吃仙人掌 或者是做仙人掌 就是脫光光 它會打馬賽克 你就直接坐上去 你就會知道 哇Fuck 那你做過嗎 欸等一下講 然後再來還有那時候 他們吃東西 就是很大的挑戰 比如大胃王挑戰 然後義食挑戰 比如說吃 他們還是有在一個局限裡面 因為畢竟是傳統媒體在電視上 他不能說叫你去吃鞋墊 但是他可能吃鞋墊煮的湯 就是這一種事情 那最有名的是那個尿料接力 就是那時候分兩隊 然後開始尿尿不能斷就對了 看誰的尿腸 對 然後我們就開啟了一大段DVZ的模仿時代 我做了什麼事情你想知道嗎 我先回家 好怕喔 沒有要知道 那這集到這邊 就他們那時候在玩 那時候是玩裸奔 然後我們裸奔的時候 我們就 他那一集一上 我們就直接就約公園 然後我們就直接 哪裡的公園 就在北投 不要逼掉好不好 就在北投那時候我們就會約 然後我們就會下一個規定 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開始SERCUS的挑戰 那如果你不敢的話 你就得發一張免死金牌 我們的遊戲是這樣 OK你可以發一張免死金牌 說PASS這個遊戲 那這個遊戲我們就到這邊結束 但是每一個人就十個人裡面 其他九個人就各有一張免死金牌 但是如果下一個遊戲開始的時候 比如說我輸了 我有免死金牌我可以用 然後就你要來接受這一次的懲罰 對所以這張免死金牌 基本上是不會發出來的 除非是很極端的狀況 所以在這個基礎之下 大概每一個人都會接受 完成這個挑戰 完成這個挑戰 然後他裸奔的那件事情出來以後 我們就出來就是裸奔 我剛想的是你們在新北投嗎 就燙到那種 燙到 然後可是 也怕被警察抓 所以我們的輸贏就是只能 還是穿著內褲去跑 就繞著某國小一圈這樣 對 那我們也是 某國小尿尿接力 沒有沒有就是裸奔 只穿內褲 其實跟TOYS很像 就是那時候他輸了他就裸奔 那我們就是跑了那個XX 裸小一圈 OK 後來咧 他們就開始了比較噁爛的系列 吃痰吃鼻涕什麼的 然後我們也照著玩 我們也照著玩 你們吃痰吃鼻涕 嗯哼 就是我們 我們不要模仿那麼徹底 你覺得好不好 那時候就覺得這樣子很好玩 我真的沒有辦法再跟你講話 你看那一邊 你不要看這一邊 那時候就 你知道我們男孩子聚在一起 就身上先出爆發 不要看這一邊 再來是 他問你鼻涕什麼味道 不知道 他問你鼻涕什麼味道 我沒有吃到痰跟鼻涕 對 對 我吃到別的 因為 我們那個遊戲就是 一個杯子進去 然後十個人開始猜拳 第一個人贏的人 就可以選擇加一個東西進去 在那個杯子 最後輸的人要把那一杯喝掉 但是原則就是不能超過那一杯 我現在好不舒服 我連 你不要對這邊講話 你看那一邊 通常就是會有一個大魔王 那我們DVZ裡面有小兵 就是我某一個朋友 到他只要他贏了 我 大事大 是嗎 前面就可能只是加個保麗達 然後或是加個醬油 然後到他一輸的時候 他就會蹭鼻涕進去 他哪裡來的鼻涕 不管 然後 然後 只要這個出現了 後面就抓公了 就生氣了 你要這樣子好啊 媽的 然後再來就會越來越扯 好 然後我們就 你不要吞口水 想讓那個味道很香 好可怕 好危險喔 我是你的外面了 你不要看這邊 然後他們 就是我們就玩了那一輩就對了 那為了保護當事人 都不講是誰輸了 然後 好 不是 最後就越玩越大 因為輸了就 當時有氣 然後下一次我們就玩那個 五味泡麵 就是 泡麵我們買了一碗泡麵做基底 然後但是不能加水 就是我們要想辦法把它加到那個 泡麵的那個 淹水線 你問得太仔細了 蛤可以加牛奶 加什麼隨便你 那你覺得他們會加牛奶嗎 加大幣了吧 然後我們一開始也是加加啤酒 然後就突然又是小民的贏了 我們的Cat贏了 然後他就去買那個 能量果凍 你們有吃過那個精神果凍那個嗎 用吸的一大罐 然後就把擠在那個泡麵裡面 現在流行家布丁啊 然後就抓公了 然後再就開始加養樂多 然後再加味精 然後加一大堆什麼的 最後就滿了 那我就輸了 從那一碗泡麵以後我就記仇 然後到下一次 他們就玩那個爆速球挑戰 就是把爆速球丟上去 如果你沒接到的話 你就輸嘛 好像我們combine了他的很多主題 反正好無聊好無聊 我們就玩那些事情 你們下課很忙耶 我們就半夜去玩 然後那時候半夜還有吃到飽 我們那時候吃到飽大紅 19929999吃到飽 那時候大紅都開24小時的 那個叫做 那一種有吃到飽的 我們就來喔 那個泡麵一碗 那就丟嘛 你接不到就 就接不到 結果突然有個人接不到 抓狂了 結果朝天交十個 結果往地板丟 結果往地板丟 這好好玩喔 為什麼玩啊 你為什麼要認真啊 這個好玩啊 大家就拱了喔 然後就換我喔 然後就換我 那時候他那個不是有那個叫做 西北麻糬燒 西北麻糬燒不准煮 我把嘴巴丟出圍牆 被晚上打到老塞 所以你說 我們會不會去模仿這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合理 一定會 一定會 那你們的東西 並沒有放上網 讓別人再去再做 因為我覺得你要不要把那十個約束 我們一起來玩一些遊戲好了 喔 那你要敢玩喔 我當裁判喔 你敢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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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發牌啊 你發牌下次就要吃大便 我沒有 就還有很多啦 我們做過很多挑戰 跨年的時候脫光光 然後幫他化衣服 就是化衣服 然後去搭捷運回去 我們就從市政府站一路 就坐回北投這樣 帥死了 帥爆 然後還有那個跨年的時候 一站脫一件衣服 10台摩托車從石牌站出發 一路到淡水 總共11站 我以為我穿的衣服很多了 結果 我只穿10件 是脫的光的 我們還明確定義那個遊戲內容 眼鏡襪子都不算 襪子不算嗎 我出北投的時候 我就沒鞋子了 那鞋子算一件還是一雙 一雙鞋子算一件 可惡 好棒 地板好冰 好冷 所以你說我們會不會模仿 其實我不怪這些年輕人去模仿 因為我們認真覺得他們很有趣 但是我們會在一個範圍裡面 因為我們是覺得自己彼此在娛樂彼此 好玩而已 但他們這一輩的跟我們那時候不一樣 我覺得這邊你比較像是傷害身體了 他們已經變成為了流量而去做事情 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們樂趣是流量 對 是那個遊戲的 跟我們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 我們是折磨彼此吧 對 我們那時候 對 就真的純粹跟Circus很像 然後我們就DBZ就是想要打造自己的品牌 好大白癡 但我們 大家好我們是DBZ 好蠢喔 但我也有很後悔的時候 就是我們 我們一起玩 一起玩瘋狂躲貓貓 瘋狂躲貓貓就是 在一個全黑的狀態下面 我們朋友的一個別墅裡面 那我們為了玩躲貓貓 贏的那個人會 躲過很可怕的懲罰就對了 吃很多很奇怪的鼻涕什麼的 又來 你們到底有多少鼻涕啊 就我們那個小民 很喜歡蹭鼻涕出來 always在鼻竇演 是不是 他要去看醫生 氣死了 去開刀 那喇嚇什麼都已經是小事情了啦 我現在要講的是這些小 這些小孩子確實會去模仿這個效應 那有流量不代表 你會是一個成功的網路工作者 如果你要成為一個正式的YTV 不是只有從模仿開始 你還要衍生出自己的一些內容 或是你的核心價值 特色 特色等等的 這大概是我們新媒體學生會教你 人設是什麼 其實簡單一句話 好多人在網路上開那些課程 叫你怎麼樣成為他 怎麼樣成為XXXX 對不起 那怎麼樣成為這些網紅 其實 成為誰 成為 你偷偷放了誰 走鐘獎嗎 對 就是道歉影片 可以拿來當最佳演技獎 不得了 謝謝 好了 我的眼睛一直在眨眼 還好 就是我們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個人認知到的人設 是讓你當你自己 讓你的特色更加強烈 這才叫做人設 其實XXX就做他自己 對 他就是個假的 好我們這個producer吧 製作人剛剛講也沒錯 就是我們要凸顯你的特色 那你來學習的重點 重點不是要做一個假人 重點是找到你自己是誰 我覺得這是人設的基本道理 那你在網路上學到可能是比較後端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 我們也只是在網路上做我們自己 我們講我們自己的東西 我們其實不太在乎 會紅不紅 我們只在乎說有沒有更多人聽到 那有一些共鳴 這是我們開頻道的初衷 其實DBZ都解散了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題材 中油天會沒題材 如果走那條路 我們解散是因為有人結婚 婚業上亂玩有沒有 玩了新娘 好好講話 我們after party很精彩 雖然先不要講 我們這麼正氣的事情 就不要為了流量一直做一樣的事情 那我知道你們現在跳一些舞蹈 譬如說什麼我姓時 柯木山 whatever 你只要去hashtag 你可能就會有很多的流量 但這不代表人家會記住你 你可以從這邊出發 你可以從這邊學習 但還是始終要變回你自己 我剛剛上述 上述講到的那些網紅 我們最有名的例子 常常被拿出來討論就是小玉 那小玉為了流量 其實她也做了一集 是她不愛她自己了 不愛她自己了 她其實很痛苦 有點憂鬱症 因為她一直在乎網路上的流量 所以導致於她做了很多 其實她心裡不想做的事情 但她想要有那個 生病了 就是很多人 給了太多的期許 在觀眾的回應上面 其實傳媒也有 我相信那個 你那邊應該有很多類似的故事 我最記得 我可以講她 就是絲傲 就每一天都想要上新聞 那沒有新聞 就是一個購物 傳媒的購物頻道 購物頻道 購物天王 女王 她弄到後來忍不住 一直去整行要上新聞 我有聽問她說 你要整到什麼程度 你才會接受 然後不上新聞你很痛苦嗎 然後她答不出來 她覺得她這樣才有存在感 她怕大家沒有關注到她 不是她沒有別的方法 對 那這就是一條死無童 就像你吃大便吃鼻涕 還有吃大便還有吃鼻涕 吃完還有什麼 對 最猛的我們都吃過 所以那個塞兵捏 什麼 小兵捏 小兵捏 就是只有鼻涕 對 其實她講也沒錯 我們那時候也確實 進入到了一個真空期 對啊 就是Sircus話被聽播以後 我們就不知道幹嘛 拜拜 因為沒有可以follow的對象 對 沒有了 對 所以那都是絕入啊 嗯 所以還是要做回你們自己 才會是我們網路工作者 可能現在正要學習的地方 呃 就再拿回小兵那件事情 就是好像有一集 我忘記人家是深度解析她 她其實很不快樂 然後到後來她的憂鬱症 然後才開始做那個D-Fake 就是把網紅的臉變成A片來販賣 對 然後她還能做什麼 然後呢 然後呢 這都是走一條絕路 就是說她被關被罰錢 然後呢 啊 我還記得有一個 可是我 她就是一個男生 18歲 然後她做了賣了一個東西 是麥克風唱歌的 然後她被叫麥克風少年 她研發出說 你隨身攜帶的麥克風可以唱歌 她一台袋賣兩三千塊 那時候爆紅 大街上爆紅 然後她幫她爸爸賺了一啊兩億 然後她因為18歲 不能存款到自己的銀行 結果錢都要把她再管 然後她就開了一個公司 然後她就來找我說 她想要再上新聞 我就又幫她包裝了一次那個 麥克風少年 結果她上了之後 她就說 我就是喜歡這種感覺 我想被媒體包著訪問 然後我覺得很棒 你怎麼做到的 然後後來我覺得她有點 就是類似這種問題 就上癮 然後她又來問我 我就說 我覺得你有新的東西 你出不來 你就是永遠這個話題 你知道她後來 就幾次接觸我 都是拒絕她的 那你知道她做什麼嗎 不知道 她直播她 然後自爆她 然後去警察局報案 這就是絕入啊 就是應邀上啊 那開始都是負面新聞 然後負面新聞 她又回來找我 然後她知道說 那我可不可以正面的 來報導我什麼的 我說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現在報導你一次 我就要害你一次 結果好像她又做了什麼 類似自殺的事情吧 oh shit 這算某種程度的網路成癮嗎 她自己 我覺得就是一個無底洞 那是病 心態上的病 她自己知道 她跟我討論這個時候 她受不了 她到後來找我是21歲 22歲 她就很想同 很覺得自己大明星 然後我一直想去整形 弄成藝人的臉 她去走藝人的臉 然後去找明星 明星髮型設計師 可是我 好我不想批評 那個我講說 你弄出來都像台語歌手 她氣死了 台語歌手很棒 台語歌手很棒 蔡小虎 對啊 我就說 那你就唱台語啊 有什麼不好 對啊 就這樣 所以其實 關注度跟流量 同樣會給你帶來 一樣的壓力 那是一種影 真的是一種影 人生第一次有流量 可能是1萬 他都爽到 他就想要追2萬 他想要維持他的獨家 例如說你拍那個 街頭的槍戰有沒有 我們都不能理解說 為什麼已經在槍戰 你還敢拿手機起來拍 對啊 就已經有人在火燒 然後一直跳下來 你還在拍 然後他就要放上去 然後他可以等到那流量 人家說你怎麼拍到 你怎麼拍到的 這就是一種影頭 對 然後他到哪裡都要拍 要不然就去跟他要影片 我最常就是被人家要影片 說我可以跟你分享 因為現在網路都可以一起共用的模式 就是你轉發我流量算在我身上 也算在他身上 是 對啊 其實他就一直在轉發這些影片 真的是像病毒一樣 蔓延的超級快的 就越刺激越心三色的 這些其實他傳播的速度是超級快 只要是比較負面的東西 不管真假 其實假的東西是 比真的東西流傳的速度是7倍大的 這個是有經過數據顯示出來的 所以我們通常 你回推我們的孩子接觸到有7倍的 都是壞東西 那我真的呼籲這些平台 或是正在製作這些影片的人 可能我們就平台盡量屏蔽這些東西 不要再讓它流傳了 不要為了流量而做這些事情 這難度我覺得很高耶 那他們肯定會有他們的hashtag 你指定的hashtag就不能上了 那就很像之前有一個毒害大家 就是youtube 然後專門在做假的小朋友影片 有 這件事情也很類似 什麼叫假的小朋友 就是你以為他是兒童 兒童可以看的卡通短片 然後呢 你演的是很心三色的 其實就是可能 他是一開始的標題 可能是布丁狗 我亂講了 我先扯一個已經下線 就是布丁狗 然後結果ok 你就播布丁狗給你的小孩子看 你就去忙你的了嗎 結果他布丁狗在那邊打炮 或者在殺人 他布丁狗弄到 是誰要看 你不知道啊 但小朋友看他會有什麼 他不知道 他看得懂嗎 他也看不懂他就一直看啊 對啊 他就一直一集一集接下去播下去 我覺得這跟南方式這樣跟很像耶 類似 但是南方式那些課 你本來就知道他很靠北了 對 你本來就知道 可是他是假的喔 你懂嗎 我等於 我懂我懂我懂 所以你可能 那個就是心態很壞 很壞 他就是為了流量 那你也知道 那個流量哪裡來 很大很大 因為父母會給小孩看的東西 我們會先Google給他看 很大 你去看那個 我們講那個baby shop 那他留言已經被關掉了 你知道他那隻baby shop 點閱率多少 好幾十億 嗯 那他就包裝成他是baby shop 那讓你點 誤觸的人至少也不要說十億了 一億有沒有 那這樣子他就賺翻了 怎麼辦我現在太壞心了 我在想看到到底是什麼了 就已經被YouTube全面下架了 那太棒了 對這是很難抓 嗯 還有那個Elsa 然後跟那個七個小孩 嗯哼嗯哼的 嗯哼 但就是你家長不知道 我們都會先 小朋友看到有公主的畫面 有什麼畫面 他們就點著看 他就點啊 你怎麼會知道 這很類似 其實我真的建議是平台 把某一些很不好的東西 真的不要讓它再流傳下去了 那我也希望你們不要一直模仿 我們覺得可以創造出更多的好東西 不要一直模仿而已 嗯 不要一直模仿 你可以升華 你可以升化 他會變活路 不會有跟我們 欸可是這 我剛剛在想的是 那我到底孩子 他們要怎麼避免這一段 因為他還是想要流量啊 對啊 他還是想要流量 他還是想要流量 那你怎麼 好我的教法都是說 你即便是柯木山 你就是跟人家學柯木山 你不會有流量啊 你不要騙你自己了 你要跳出一個你的柯木山 你要升級 即便我沒K 我沒K 他都跳出一個新的鄭秀文 你讓我想到我兒子 我想揍你 沒有啊 我最近上課每個都說 我沒K老師我沒K 我沒K 我沒K 然後我想說K怎麼K 等一下我要先冷靜 但就是說 他至少跳出另外一個新的鄭秀文吧 那他只是說太接地性 或太本土 或他本身上有一個特色 那個特色是大家當成消化來看 那個人 但是就是說 你可以不要被當成消化 那你如果要跳舞的話 你就要跳得比人家更厲害 那你百分之九十人都不厲害 只有百分之十的厲害 你就不要只有跳舞啊 你加一點自己的特色啊 那如果你是會歌劇 你就改成歌劇就好了啊 就像柯木山去大陸 現在所有年輕人都要跳柯木山 大陸年輕人 再跳柯木山就沒什麼 可是如果是芭蕾舞 國際芭蕾舞去跳柯木山 他就是很矚目啊 他接地氣啊 對不對 他全世界覺得他來 這跟我們去泰國跳泰國舞 跟去日本跳 日本舞有什麼不一樣 他就接地氣啊 那他的國標舞也是跳車 就是對的嘛 因為他就是拿不同的東西結合啊 他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一個字就是 你的東西 這個就是你的特色的延伸 你的頻道內容 跟你的什麼東西 就突然問我這麼嚴肅的事 我又很嚴肅講了 哈哈哈哈 沒有剛剛在想 我就覺得就是 我們當然知道要選擇什麼 因為可能我們年紀 已經知道怎麼選擇 看適合我們的 或者是怎麼樣去經營自己 可是小朋友他們只會覺得說 他这样就可以有流量 那我就模仿他这样子 所以也要让小朋友知道说 你想要流量 那你要怎么样创 就像你刚刚说 你要创造的是你自己 我们简单几个方法 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第一个方法 当然就是透过我们的AI试读 或者是请平台这边也协助一下 我们把一些东西 对他爆红了 你肯定你后台也看得到 那就要去识别一下 他是不是适合这个年龄层的 那就可以把他做相关的处理 这个是我给平台方的建议 我希望你们做到这件事情 因为不是只有流量 你们会赚钱 这些小朋友未来也会 导致于你赚钱 如果你有给他好的教育 他会有好的内容 好的内容就会 生生不息的循环下去 所以我也建议 就是这些平台可以再看一下 那如果我们的孩子 就是等于是家长们 我们 我们应该要帮他们 多教育一些 类似这样的网络试读的能力 因为他们确实 这一辈人权 我刚刚也讲了 就是follower有多少 因为你刚刚 他讲到什么绳子 什么那些的 我没有在看YouTube 我就会想说 如果我儿子女儿看了 他们再放笑 那我要怎么 我不晓得 我们就真的要跟着看 对不起 我知道你们很可能 讨厌这些事情 你可以不要一直看 但是人家了解 这些东西在干嘛 不然你会离你的孩子很远 我们现在你都 我们很多人 我们是会用抖音的 其实在我们这一个品 这一辈里面的人 有抖音的人几乎是少数 但是有抖音的人 在年纪轻的18岁以下 几乎每个人都有 会看 他们会看 还有分路抖 台抖 还是什么抖 阿抖 我有抖音 我有抖音 18岁以下不是吗 所以我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中度沉迷 或是使用变成专家 No no 我们只是要跟小孩子 能讨论这些事情 不然他就会这样子 一路模仿下去 有够可怕的 因为我刚看 好多都是已经间接 变成伤害自己的身体 还有什么偷车挑战 这些东西 我的妈呀 真的真的 还有国外的 然后再来还有那个 你们搜寻关键字叫Prank 就P-R-A-N-K 就是网路上都是在恶作剧的 这擦枪走火的超级多的 就是有那些网红 然后走到路上 就找一些人 就说you wanna fight you wanna fight 然后就会跟人家一直挑衅 然后就最后就拿出一个 不一样的fight 让人家就是 这是video for video 然后这样子 结果就没事了 但是如果这是影片 你在台湾台中 看你会不会遇到棒球队 看你会不会遇到棒球队 我跟你说 而且你连那个都来不及拿出来 会不会变成漏众 好不好 消波快 真的要小心 所以很多事情能模仿 很多事情不能模仿 我们要从他的教育内容下手 如果你对全台湾 2023年5月创造的 年轻人第一名 第四名都是YouTuber 我相信应该更新 现在可能男女可能都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什么 我想知道 好可怕 男生第一名是YouTuber 第二名是工程师 第三名其实跟YouTuber 差不多叫电竞选手 对啊 这不就跟网路上的东西一模一样吗 电竞就是一直叫 就是网路嘛 左边左边左边 然后女生的 前三名就是作家公务员 第三名也是网路小编 那不跟YouTuber是差不多的 相似度很高的 作家跟网路小编也很像 为什么想说作家 因为网路小说 他们现在都要看网路小说 不好意思 女生就BLG 对不起 对对 其实BLG真的很红啊 我也没什么好避讳的啊 公务员 没有不红啊 对啊 超级啊 但我没想到女生 女生都说好看啊 嗯 我没想到女生想要当公务员 这个可能是 Yes 123这边求职网里面的求职人数啦 好不好 公务员是这辈子谁都不会不想当吧 我没有 如果考不上的话 我从小就没有想当公务员这件事 从小 我是 可是这样我很蠢欸 我是三岁岁后才知道什么叫公务员 就是跟你的工作差别的是什么 以前完全不知道 你刚才讲那个 加勒福那个 我突然想到说 就是偷吃那个东西 他在新闻上的最近的一个标题 他讲的是 他就是为了流量 嗯 啊 我想起来了 他好像有提说 因为他之前也有拍过一次 然后那时候就让他有流量 是不是就是个毒影 所以他才又再拍了第二次 感觉他再给我一点 再给我一点 对 再给我一点 我要 现在这个有点老 不然现在都怎么样 好像不是这样 不然是怎么样 惨了我们的线后年纪了 我们都是看那个什么 好笑 琼瑶的 哈门 琼瑶是不是 好好笑 现在应该是 这个好像也过时了 现在还是这样吧 应该是这样吧 我们没有一个有反应 帮我上隔板 拜托隔板 刚才年轻的人都以为我们是要大点D 对 真的 他刚才讲我会catch到他 我们都听得懂他在干嘛 其他年轻人直接都听得叉小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年纪比较资深 连这个都进化好了 我们想要告诉你们的是 应该人设是要让你变成你自己 流浪 流浪 流浪是哪里啊 流量 流量这个东西是正反两面的东西 那流浪吗 流浪应该是到淡水 流量有几面 两面 流量这个东西会影响到很多层面 因为你的流量 同理回推就代表很多人在看 那不是只是个number for你的money而已 你有你的社会责任 每一次就看到那个 不要说 就网络创作者 然后出事了以后就说 我又不是艺人 我又不是 为什么要公审我 你就是 对你是公开的 你就是一个公众人物 以前的艺人 我不是凑现在的媒体人 不一样 就生态不同 他们可能会有经济公司 可能有很多合约产生 他们有一大串的训练过程 是 才会出来 然后再 对你可以说他很假 你也是因为他很假 所以才有你们的现在的新媒体 就是很real 就是你们都是 他们都是包装过的艺人 我不想听 然后反而是他们要走来 就是他私底下的生活 在YouTube上面变出来 你们才又有得看 这是世代的变迁 我了解 可是传媒毕竟有一段的框架 他们要收NCC的 他们的那些管辖 黄腔也好 内容也罢 就必须在尺度内 但新媒体这一段 几乎是没有尺度的 NCC也不管网路上的 是NCC还是CNN NCC CNN CNCC 不是有一个议员在出来嗆嗦 就是说CNN都不管吗 NCC啊 NCC吧 CNN 但是 凑一下凑一下 NCC管不掉网路 NCC是这样子 他管的是电视台 电视台的内容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中天新闻台 他是在网路上的 那就不在他管辖内容内 那我谁管他们 他管的是传媒 没有人管 因为他连注册地都不是台湾 他怎么管 你怎么管 脸书也不在台湾 那传媒跟新媒 其实有好有坏 我们不要说传媒就是很烂的 只是不符合现在的胃口 那大家正在转型 我也希望新媒也会有一个法规吗 或者是有更好的方法来管制他 我们追求流量 它maybe是你的收入 但是道义有道 工作有道德 我们应该要持续的变好 我也希望 我们的频道也是往这个方向前进 我们也不会以流量为最终目的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跟大家分享说 OK 新媒体大概要怎么做 会是比较健康的 我不是说我们会红 我不是说我们很厉害 不是这个意思 是教育的内容 本来就应该更新到这里 我也不确定 其他人怎么教新媒体 我们是这样教 你说自己成立频道教 我们就自己来实战一下 试试看 我们三个老师也来挑战看看 那你觉得好听 那我就谢谢你 OK 我们网路乱象 网路崇拜 希望可以往正向的方法去 好吧 那我们这集到这边咯 拜拜 拜拜